美中猫熊外交有新进展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在送走三只猫熊 11个月之后 周二再有两只新猫熊 保利跟轻保报到 预计定居10年 那么预计也将再次的掀起猫熊热潮 猫熊一直是华府国家动物园 50多年来的明星成员 从1972年第一只猫熊进驻 是当年美中关系荣兵 走向正常化的指标之一 那么这次再有新的猫熊到来 可能为美中关系再次带来新的转变 狼只猫熊历经19小时的长途飞行 正在隔离检疫 预计最快明年1月就会跟大家见面 刚满三岁的猫熊保利与轻保 周二抵达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开展10年旅居生活 这是华府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内的猫熊区 经过11个月空窗期后 再次迎来新住户 动物园当天闭门谢客 专心迎接这两只从中国四川 历经19个小时长途飞行 连机长都亲自认证过的大可爱 为了见证猫熊回归华府的全过程 美国CNN记者霍邀来到四川 不但亲眼目睹两只猫熊被送上前往机场的货柜车 还参与当地保育机构举办的欢送会 会上表演人员所穿的这身猫熊装不仅具有娱乐效果 还是在四川卧龙的猫熊保育区内 参观者与研究人员的指定着装 目的就是让这些经人工协助获得扩增的猫熊种群 能够忘记人类尽快适应野外生活 在保育区内利用已经设置的200多个监测器材 在搜寻猫熊踪跡时还得要这么做 过去几十年来 全球动物园以保育猫熊的名义 基本上用每年每只猫熊100万美元左右的代价 向中方租建猫熊 透过这笔资金 猫熊数量从40年前的1000只左右 增加到目前近2000只 猫熊的保护状态也从冰围降低到溢围 而这些猫熊几乎全都生活在四川 富裕的猫熊在动物园内可以安稳生活 但重回山林后 常因为食物与领土上的竞争 一年左右就死亡 因此如何让它们在野外继续生存与繁衍 成为新难题 中方给出的解决办法 就是尽可能隔绝猫熊与人类 因此保育区内不但原本的居民陆续被移出 更是谢绝游客 猫熊的富裕不仅帮助增加野生猫熊的种群数量 更是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 尤其当前美国正处在总统大选选情白热化 两党候选人对中国态度都相对强硬的状态下 在这样的时刻 北京当局试图透过保利和轻保 重燃华府的猫熊热潮 也期盼1970年代猫熊首次赴美 为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的美好当年 能够再次上演 只是这两只猫熊目前仍然需要隔离检疫 最快与公众会面的时间将会是大选赢家就职的明年一月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